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近年最火的歌手周深 自出道以来的音乐成就已经不言而喻 如今,他已经成为内地最年轻的体育场巡演歌手 成功举办了多个大规模的个人演唱会 获得了全国观众的热烈追捧 但令人惊叹的是,周深的成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来自湖南绍阳一个普通盟村家庭的他 凭借天赋与努力,逐渐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站稳脚跟 今天,周深不仅仅是歌手,更是创作于演艺界的多面首 背后有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和他一起铸就辉煌 周深出生在湖南绍阳的一个小山村 家庭条件普通,父母在外打工 周深从小便是留守儿童 小学时,他被父母接到贵州 而从三四年级起,周深就承担起了家务责任 每天做饭给父母,过住普通农村孩子的日子 尽管如此,周深对音乐的热爱一直没有改变 即使没有娱乐圈背景 他凭借对音乐的无尽热情和天赋嗓音 早早就引起了关注 进入大学后,周深选择了音乐道路 并在正统的音乐学院接受了美声专业的训练 正是这几年的专业学习,磨练了周深的演唱技巧 使他具备了扎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音乐事业 然而,尽管拥有出色的天赋和努力 周深在出道初期并没有受到公司重视 反而是在小型的商演舞台上积累了宝贵的演唱经验 周深的事业真正迎来转折点是在2020年 那一年,他通过参加多个热门音乐综艺节目 凭借精湛的演唱技巧和真挚的情感表达 成功突破圈层,迅速走红 他不再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而是成为了公众视野中的亮点 同年,他与员工私合同到期后选择独立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开始掌控自己的音乐事业 这一举动不仅使周深的创作更加自由 也让他能在作品质量上进行更高层次的把控 独立后,周深的音乐逐渐取得突破 连年推出的歌曲和专辑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从《大鱼》到《大梦想家》 再到2024年5月推出的专辑《反深代词》 周深不断创造佳作 并且凭借他标志性的声音和演绎 吸引了无数粉丝的支持 在周深近5年的音乐旅程中 有一位女词人频繁出现在他的专辑里 他就是唐田 唐田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词作之一 他曾为无数热歌写下动人歌词 《如孤勇者》《如愿》《人世间》《唱的响亮》等 而在周深的歌曲中 唐田也是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他为周深创作的作品包括电影《流浪地球》二主 提取人士 春晚大热歌曲《花开忘忧》 以及电视剧《庆余年二范贤人物曲》 《借过一下》等 《神兽歌迷喜爱》 在2024年5月发布的专辑《反深代词》中 唐田再次为周深创作了两首歌 《记忆商店》和《虚构》 尤其是《虚构》 这首歌是周深亲自作曲并推翻重作的作品 唐田的歌词完美契合了周深内心的情感 周深曾表示 拿到唐田的歌词时 他觉得完全贴合自己的心情 而唐田也成功为周深创作了这首动人心弦的歌曲 除了唐田 周深与隐约的合作同样也极为深刻 隐约是周深的好朋友和音乐伙伴 他不仅是周深第一张专辑《深的深》的制作人 还为周深的多首歌写下了歌词 在周深2024年发布的《反深代词》中 隐约为周深创作了三首歌曲的歌词 包括《重启》《警报》《请我不改》 这些歌曲更是对周深内心世界的深刻剖析 隐约与周深在音乐创作上的默契 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合作 而是成为了彼此事业与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周深来说 他的音乐不仅是职业 也是情感的寄托 周深常常感慨 能够在入行之初就遇到像唐田 隐约这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一种幸运 在他的音乐路上 婚姻师周天彻 录音师徐薇等音乐人也为他的作品增色不少 周深深知自己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这些一路支持他的伙伴 如今 周深已经逐步在音乐创作上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随着2024年新专辑《反深代词》的发布 他的音乐风格和作品质量也在不断进化 而这只是他音乐旅程的一个新起点 未来的周深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音乐惊喜和感动 周深的成名之路是一段充满坎坷和奋斗的历程 但他凭借出色的音乐才华 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对音乐的无尽热爱 最终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从没有背景的小山村孩子 到如今的体育场巡演歌手 周深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 他与唐田 隐约等一众音乐伙伴的深度合作 也为他的音乐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周深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音乐惊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